电视花花流出清水 下一秒 真子竟然从电视里爬了出来 黑姐和观众老爷们都吓傻了 赶紧吃口爆米花压压惊 只见真子站起身 连忙把耳朵的水给倒出去 黑姐这一看 你压得老娘刚拖得底 现在你又给我弄脏了 但真子可不听 一步步地往黑姐走去 结果她一拳过去 可把真子给打懵了 她又按着对方的头 来呀 想倒老娘是吧 吃下安姨系上勾拳吧你 等到真子站起来 黑姐一个踹逼 一个头锤 这还不赶紧弹幕发个黑姐无敌吗 谁知真子忽然反应过来 我可是鬼啊 怕你干嘛 她先是一拳 再来个几两鼓飞踹拿下一拳 此时素有小美听到惨叫感慨 但客厅早就没了动静 哪知她往沙发后一看 黑姐就这样领了电灯 葬礼上 黑姐父母将黑姐今天收到的照片交给小美 可这叠照片竟全是空白 难不成是有什么蹊跷吗 只见照片上有个脸蛋极度扭曲的男人 而对方也刚好就在现场 经过照片一对吧 好吧 就问你们这掌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随后 黑姐的机友们来了 他们不敢接受事实 脏便哥先是一拳想要妙手回春 又坐到身上呼呼几巴掌 黑姐他霸气急败坏 抡气板凳就是杂 结果对方反手就是一棍 哪知机友小帅更狠 拔下两条电线 就想来手电疗救活黑姐 只听了一声 黑姐被成功炸开了花 而小帅也理所应当的 直接被人丢出窗外 事后黑姐阿妈找到小美 说黑姐前几天收到了个录像带 估计死因和那有关 接着小美来到黑姐房间 找到了录像带 小美打开电视 里面先是出现一口不紧 再冒出了只针子 只见她梳完头发 又对着夜毛梳了梳 接着来到悬崖 直接跳了下去 但没死成 摔在了树枝上 小美还在猛逼 房间电话就忽然响起 接听后 对方莫名其妙的 说她在七天内就会挂踩 小美不信邪 转头就找了个驱魔大师 对方警告她 不出三秒 你就会被花瓶砸中 小美慌张地躲开花瓶 但下一秒 可以啊 这大师有两下子 小美赶紧拿出录像带 等到电视一播放 画面里出现了一座灯塔 看来是个关键线索 但随着画面一转 真子又出现了 只见对方鼻子上有只苍蝇 小美好奇地把手伸过去 居然还真把苍蝇给拎了出来 但一放手 苍蝇又趴到了真子脸上 大师急了 拿起苍蝇拍就是糊 差点没把对方鼻子给干扁 真子也急了 反手也给了她一拍 大师气急败坏 硬是把真子从电视里拽了 蹲起巴掌就是不停 还直接将对方一缕头发给拔了下来 就差没把真子整脱了 小美见状赶紧回家 却发现侄子居然躲在房间 看起了录像带 结果没一会儿 电话就再次响起 正是真子打来的 说侄子看了录像带 现在也只能活七天了 为了拯救侄子 小美根据在大师家看到的灯塔 一番某度找到了位置 等到她走进灯塔 里头却坐着个老头 对方说真子是自己多年前领养的孩子 但由于真子天性邪恶 不仅干掉了家里的哈巴狗 还到处偷藏遥控器 气得母亲将她丢进井里活活淹死 还拍下录像带将邪恶力量封印了起来 却没想 录像带被人流传出去 导致看过的人都会在七天后挂采 而现在唯一的破解方法 就是把口鼓紧堵上 可麻烦接踵而至 新闻通报 外星人居然入侵地球了 小美赶紧回家 带上一家子躲进了地下室 接着她拿起小刀伸进门底 通过反光发现外星人居然就在家门口 几人觉得待下去横竖都是死 便抄起家伙 准备和外星人来场皇城批评 这群外星人也太弱了吧 他们勤住几人 结果脏便哥用力推开 拿起铲子一轮过去 这外星人头就掉了 剩下的外星人瞬间锁化 赶紧说自己没有恶意 这次来地球 就是因为真子的录像 带在自己的星球流传 要是不解决掉她 整个外星族人都会灭亡 脏便哥看他们一脸和善 那刚刚的锁喉是咋回事 你们说再见吧 当下一通的请扣个音 而更离谱的是他们居然这样撒尿的 既然外星人入侵的原因找到了 那真子又跑哪去了 只见躲在地下室的小美 不小心打碎了一罐弹珠 但弹珠全都往地毯上聚集了起来 她认为下面必有蹊跷 便掀开地毯拿起榔头 她又换上斧子 将地板砸开了个大洞 发现封印真子的骨颈就在这里 谁知真子搜的出现在身后 小美感到一丝凉意 但不管转多少次身 就是不见个鬼影 哪只真子走位失误被发现 气得她直接开打 又举起电锯 乐呵呵地摆动身子 结果房梁被拒断 硬是把她给压倒了 真子不服气 抓着侄子就是威胁 小美坚硬的不行 只好用爱来感化 而真子大受感动 眼眶不禁流下泪水 下一秒 她却化身成了小女孩 感谢小美破解了自己的诅咒 结果房门被人推开 真子就这样摔进了锦里 最后他们盖上盖子 这才成功封印住了真子 而故事也就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金生尖孝三》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